他們雖然開心 可是他們會開心可能只是因為 他們有體驗過更開心的東西 我覺得有點太知識化了 像視野不夠廣 同學可能會腳不高 他們因為在發育階段 發育優先 學習第二 只睡六個小時 睡眠太少了 是嗎 八個小時 之後他們雖然可能有很好的成就或怎麼樣 可是他們卻沒有體驗到那種 就是純粹的快樂 而不是為了鋼琴 或是什麼一些 我不知道他們學什麼 就是鋼琴英文那些東西以外的 Pure Happiness 龐白哥報報 小學兄妹練琴讀書只睡六小時 台大聲笑休憨啊 沒有快樂 還記得國小的時候你在幹嘛嗎 今天有一個議題 就是國小兄妹呢 一天只睡六個小時 其他時間都在學習 而且五點五十分起床 晚上十一點到十一點半呢 還要學完英文才能睡覺啊 我們來第一學府台大問問台大聲怎麼看 你覺得這個schedule你看起來怎麼樣 休憨嗎 有點緊 他練琴要練三個小時 好久喔 我覺得有點累 塞很滿沒有自己的空間跟自己的時間 我覺得小學應該要睡久一點 可能早點睡 九點多十點就要睡覺 五點起床太早了 我睡六個小時都不夠了 我會希望自己睡飽一點 這樣做事可能也比較有效力 就小學生把學習時間拉那麼長 我覺得效用也沒有很大 他們又不可能一直要專心 這樣只會過得很痛苦而已 我覺得國小就是 就是盡可能的玩 然後發現對什麼有樂趣 我覺得才是比較重要的 如果這是台北的孩子的話 滿合理的 因為感覺台北的家長都會希望 孩子多學習一點 贏在旗跑點 但我不是台北人 所以我就很富裕 要去補習班大概 六七點八點就 應該就回去了 要回去就 通常就是看電視那個公室的時候嘛 一點睡然後 六七點起來之類的吧 但現在是高中生 真的是高中的時候 小學不會 小學就 多睡一點 好好珍惜可以睡覺的時候 我覺得睡眠時間這個 其實要看體質啦 因為有些人睡很短就可以 我覺得樂在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們雖然開心 可是他們會開心可能只是因為 他們有體驗過更開心的東西 他可以喜歡讀書這件事情 花那麼多時間在這個東西上面 然後最後他把自己的身體搞壞了 對之後的發展 也不是一個什麼好影響 或許可能會長不高 之後他們雖然可能有很 很好的成就或怎麼樣 可是他們卻沒有體驗到那種 就是純粹的快樂 而不是為了鋼琴 或是什麼一些 我不知道他們學什麼 真的就是鋼琴英文那些東西以外的 如果你做些事 只是想逃你父母開心的話 那其實你 到最後你的動力會慢慢越 越消磨殆盡這樣 天下父母心 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 身為家長的你又會怎麼看呢 壓力很大 沒有什麼可以往的時間 睡眠太少了 天馬八個小時 不行 真的不行 睡太少了 因為在發育街道呢 發育優先 學習第二 如果有餘力的話 可以學才藝 因為我小時候也是 一直學東西啊 到最後我也是不想學 還是要問小朋友意見 畢竟他們 也是一個 人嘛 不是機器啊 他可能現在覺得樂在其中 但我相信他在當下的時候 一定不會樂在其中 尤其看到其他的小朋友 都很快樂的在玩耍睡覺的時候 傳理娛樂新聞 休憨 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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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